各位觀眾 記得現在首輪位置 就是在GBABasketball後 也是這屆女籃賽事的主場館 我們可以看到中華女籃的 總統代表隊 目前已經正在展開了練習 為接下來的比賽緊奪祕鼓 而本屆賽事 女籃的第一戰 將贏戰的對手是西亞強拳 哈薩克 第一關平均升高不如對手 但中華女籃在印尼亞運會的首戰 還是靠著旅外好手彭世芹 開局連頭帶射一口氣連拿八分 帶動團隊氣勢 並拿下全隊最高的十六分 以及世大運同派班底王威霖 亞運剩下初女秀表現不俗 今晚得分六分不多 但在基居防守這一環 卻扮演著關鍵角色 也幫助中華隊搶下 開門紅的一大關鍵 因為比賽強度很強 所以就是利用在第一場比賽 然後做一些調整 他有叫我去守 就是對方最會搶籃板的人 然後我今天也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我讓他搶了滿多籃板 雖然他都在我頭上摘一把 但是雖然是希望我可以把他 再往後推 腿突進去外面 總教練華格納對紫利平旗開得勝 感到相當滿意 認為贏球的關鍵還是在防守態度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混血中鋒包洗了 今晚有參與賽前的練球 但這場比賽卻一直坐在板凳上 原來是先前膝蓋傷勢 還是有些痠痛 總教練希望他能夠養精蓄銳 在下一場對上南北韓聯軍的硬仗 能夠以最佳狀態上場 她在澳洲的膝蓋傷了她的膝蓋 所以她甚至在雖然盾盾 她也沒有機會練習 她每天都會玩每天 其實他們有三個新的球員 從北韓聯軍 所以 這會是很困難的遊戲 而在今天的比賽結束之後 中央隊明日休兵 緊接著17號 就要與強敵南北韓聯軍正面交鋒 包洗的傷勢復原情況 是否會讓教練團在陣容上 做出調整呢 值得觀察 亞運聯合採訪團隊 我們在印尼亞加達所做的採訪報導